常常想到人生在世的一场空就像做梦一样 也像唱戏一样 假的不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呢 造诣也是真的 佛门常说万般降不去唯有耶稀神 这个降不去一样你都得不到 一样你也拿不去 你能够拿得去什么 业障是你亏拿去的 除此之外 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样你都得不到 全是假的 你在这个世间有什么好争套的 齐心动念 尊民独立 造诣 明言人看到 可怜啊 这种人最可怜的 什么都不要 一天老是念阿弥陀佛的 这个人有福啊 真真了不起 世间人看的是 哎呀 这个人 没用 消极 世间人看 看那种人消极 佛菩萨看那种人真真有福 天天真名多利 世间人看 这个了不起 这人很了不起 很有办法了 佛看到好可怜啊 现在造造业的时候 再过几年就收报了 过报就来了 这个是事实 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才真真能把财色名利 看淡 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害没有利益 真真将有被害而无一利益 一点利益都没有 我们生生世世学佛都没有成就 就是被这个害 这一生还要被这个害了 又完了 要提醒自己